共同的夢想家就愛給你 UFO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和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準時收聽收看我們的桃色新聞 今天在現場有姓鮑菇跟蘑菇 我是愛菇 嗨大家好 我可以先講一部片嗎 因為我就是來上班的那個早上被嚇到了 就明明是艷陽高照應該要流汗了 我整個雞皮疙瘩跟毛全部站起來 恐怖片 那我現在看我才發現它是2017年的 叫做死者的審判 你們有看過嗎 沒有 韓國電影 沒有欸 數學不好的我還在想說 2017年是多久前 六年了 那因為有時候我們就講說那個 一開始的首頁最重要 不管是那一句話介紹 或者是那個他的預告片 我覺得他們那句話介紹亂寫 但是就是他介紹劇情啊 前面的簡介有沒有 就是要寫得好 這個也要顧一個人寫 你們不能電影公司自己隨便派人寫 你知道他寫的就吸引我 我就嚇一大跳 他其實在講裡面呢 RV搭不是車 RV是在講什麼呢 叫做 resurrected victims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復活的受害者 所以好我就跟你講 一開始呢 就是一個媽媽手裡拿便當下大雨要過馬路 然後這邊有個男主在講電話 因為一直拍單就知道他是男主 這樣好 然後他們就這樣 就好像正要過的時候 那個媽媽就被一個騎著機車的人搶劫 他就拖 結果媽媽就一直被拖刑 他不肯放手 然後最後呢 就倒連那個騎機車倒了 那他就簡介就是那個 那個男生有看到 這樣那男生是個檢察官 你就想說他是檢察官要建議勇為嗎 就後來因為有一段距離嘛 有點來不及 結果他第一時刻沒有交代 反正那個就是媽媽被刺刺刺刺了好幾刀 就是流血過多 然後那個人跑了 就這個人就跑過去 就抱了那個女生說 媽媽 哦媽 是他媽耶 那個檢察官的媽媽 當街就這樣被刺死了 然後呢 隔了七年以後 因為他的妹妹 就檢察官妹妹 好像有點精神恍惚 就是媽媽走了以後啊 就很難過這樣 精神恍惚 他吃一些精神病的藥 我那時候毛站起來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就打給他哥 哥哥 媽媽回來了 然後他說 哦是那個 就是你做夢夢的 不是不是 媽媽 媽媽在家裡 然後他就想說 妹妹真的病得不輕 你知道嗎 他就想說 哦好好那沒有關係 不是 你真的要回來看一下 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他想說 怎麼可能啦 妹妹到底病多重 這樣 然後他就 回到家 那門打開之後 妹妹先跑出來 妹妹說 媽媽 現在在看劇 然後在摘豆芽 嗯 這麼日常啊 哇 我的毛你知道嗎 我就立刻我想 什麼 然後我就 老李本來要去 那個練一下高爾夫球 我說 老李你先不要走 好 先陪我一下 來陣一下 艷陽天 我是被嚇到毛 然後他媽就這樣 面無表情 真的在摘豆芽 然後再看劇 這是恐怖片嗎 你就會覺得很恐怖 對不對 這是鬼片嗎 好 那你就以為說 OK他總有個解釋 比如就是 精神恍惚看到 或是你們兄妹都太想媽媽了 什麼之類 沒有 他媽就是回來了 然後他們就這樣 看著媽媽想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後來 他妹就打電話給教會 因為他有信教嘛 就來了一堆就神父啊 什麼那種信徒 他還驅魔啊 沒有沒有 他們說復活咧 復活 因為復活這個關鍵很重要 是是是 教會這麼的正向 他們覺得他們目睹了嘛 因為他們也知道 他媽媽已經去世七年了 這樣沒什麼都辦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就媽媽在那邊切切切 切那個馬鈴薯 然後突然呢 好像那個男主就走過去 就這樣 喔媽 就叫他媽 他媽就這樣 一轉過來 就拿刀子開始要砍他兒子 然後就 啊 就大家就趕快就上來 這樣阻止什麼 就那個 神父就被砍受傷手這樣 然後大家就說 趕快趕快 然後就拿個毯子把他壓住 你趕快過來 然後就看他媽 就好像有發了狂 我說 OKOK 殭屍片 殭屍片 我可以接受 這樣 我就想說是殭屍 就沒有那麼 老理可以走了 對對對 然後老理說 我想看 哈哈哈哈 他就留下來了 然後呢 我就開始覺得說 等一下 那你要怎麼寫這個故事 對啊 這什麼意思啊 對我已經搞不懂 這部到底是什麼片 到底是副仇片 殭屍片 還是什麼 還是又驅魔了 對啊驅魔 對 就各種元素 你都猜有可能嘛 然後結果呢 就他們就壓制住他了 然後因為他檢察官嘛 反正又認識很多警察 然後大家都來 怎樣怎樣 然後就先把他媽媽 就是送到醫院 因為他媽也昏過去了 然後就 當然是又把他綁住 什麼的 然後就 大家在那邊 討論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來了 國外的警察 國外的警察就來找他們 還有宗教界人士 就說這個就是RV 就說復活的死者 他說 蛤 這有過嗎 他說 國外已經有了 韓國是第一例 這樣子 他說那為什麼 他說 他們就是有冤屈的人 所以他復活 所以他媽媽那時候 就是因為 那個案子就好像 就是說抓到一個人 然後就草草結案 就這個檢察官 他自己就去找了很多的線索 就說不是那個人 就是不是那個人殺的 是應該是另有其人 那可是呢 當年的那個 就是為什麼有一個人要作假 那個DNA比對 就說是這個人啊 什麼 那那個人在哪 他說 他現在到美國去了 什麼 就是交換了一些職務 所以他去住在那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好看是 他前面鋪了很多 疑雲重重 就是你在想說 這到底是什麼 然後那個老刑警就是 老刑警有拍一個實境秀 叫做兩個輪子的家 一個那個老演員 他演了很多戲 他就是 1988裡面演爸爸 對對對 然後他就是 他就出來就講啊 就說啊 這就是那個復活死者 什麼什麼 然後他復活死者 他們在講述這一段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很好看 就很像殭屍片 他說在各地都有 比如說澳門有一個 連續殺人犯 他殺了很多女生 然後都查不出來 就最後這些女生都復活 然後最後就殺那個男的 然後過程中 可能就比較像殭屍吃人 那樣就在啊 就把他吃掉這樣 然後復完仇之後 這些人都會灰飛煙滅 就直接在你面前 就好像有那種紅色火在掃 然後他們就不見了 所以叫死者的審判 然後就是他們自己會活過來 他們就會去找那個人 他要去復仇這樣 好 那他就跟那個刑警說 可是我媽媽剛是要殺我欸 對啊 對啊 我剛剛一直在想這一點 為什麼要 那玄就玄在這裡了 老刑警講了一句話 他說根據目前為止出現的RV 他們找的都是害他的人 好看嗎各位 好看嗎 他說沒有一個找錯的喔 那怎麼會找他自己的兒子呢 對 所以他要自殺的嗎 這個就是留待大家自己去看 我剛剛拍手拍 我現在耳鳴 可是我還想到一個bug 就是他剛剛講說 歐洲什麼各地已經先有案例 然後韓國也是第一次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COVID 當初也是說 什麼什麼各國都有 然後現在可能亞洲 某一個國家是第一次 但他至少是感染的 喔你說為什麼會有 對 為什麼會傳到韓國 這不是傳染病啊 對 這不是傳染病 然後再來 再來還有一個過 還有一個是 他一開始是說 這是你們第一個 後來在辦案的過程中說 或許不是第一個 所以就很懸 所以他結合了 有點驚悚 然後辦案 然後 我不能再講太多了這樣 然後 但是我會覺得有一點 可惜 就開局我覺得都可以給他9點9分了 結果後來看看 看到最後 原來是為了這個事情 就是 鼻屎大的殺雞 沒有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一個設定很好 就像地獄公使 對 你不覺得設定很好嗎 那但是他至少還處理的大一點 這個是到後來你會覺得 就處理這個小事 如果他後面東西是更大的 比如說 什麼檢察官檢警啊 什麼什麼的怎麼樣怎麼樣 那但是我們剛講到那個老演員 叫陳冬毅 他 其實在一個過程中 就是發現 後來他媽媽就站起來 就是在面對那個 終於抓到一個 他兒子認為是那個人 就當時期機車的 他終於抓到他了 就來跟他媽媽對職 結果他媽也是走過來 就把他頭轉過來這樣 然後就沒了嘛 那沒了 你這個得處理 結果是警方去處理 警方他們就用一個濕袋 然後把它裝好 然後就弄一個小艇在漢江上 就老警員帶著一個嫩警員 然後他就說 我們就這樣把他丟了嗎 他說漢江 我覺得這部電影 想講很多事情 他就說漢江 每年有多少腐屍腐上來 你覺得都有原因嗎 然後呢 多虧了 我們是世界上自殺力第一的國家 就他想講的事情還蠻多的 很諷刺 所以這部片其實 還諷刺了一些事情 然後也諷刺了 就是這個檢察官後來 因為媽媽這件事情 他就變得比較極端 比如說他就會 某些案子 他就說我求處死刑 然後社會就會說 有這麼嚴重嗎 這樣子 那但是我覺得 蠻值得看的 就是說你會 我跟我老公在客廳就這樣 有才華就是任性 隨便你寫 寫這樣 那你接受就成立 就想說世界上沒有不可能 那為什麼有宗教扯入 就會是你看 就是我們常會有什麼驅魔 什麼什麼 所以他就是有可能啊 好 你說了算 你就會覺得韓國很感謝 韓國真的很感謝 跟日本相較起來 然後在這過程中 又有驚悚 然後你就一個那麼大奇怪的設定 然後再來也當然有鬼片 因為這個檢察官他就要追那個人的過程 就是追那個 七年後他覺得他媽媽回來一定是 那個真凶沒找到 虽然妈妈攻击的是我 但是我觉得是那个正凶 追逐的过程中 他就突然在一个那个 就是那种住宅大楼 就看远远看一个小女孩在看他 那你 那个导演 我真的觉得这导演也蛮厉害 那一段对看 我真的觉得有超过一分半钟 就什么声音都没有 然后两个就这样对看 然后小女孩旁边刚好有一个 比如大楼会喷出一些烟啊什么这样 那你就想说 他是人是鬼 这样 然后就在这时候 被他追的歹徒 后面拿一个大铁器 就要直接砸他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的紧张感 然后一些场面 还有你这时候再看就想说 等一下这个是人是鬼 就是会有很多问号 是蛮有意思的一部片 就推荐给大家叫 死者的审判RV 然后呢有人是写说 方格子他写说 最好的惩罚就是爱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杰伦哥地狱公司很像 这是他一个设定 一个多小时而已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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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对你看他写的就跟我的感想有点像 他说简短的设定马上就勾起了好奇心 看了开头后不禁思考 这么新奇的剧情要如何在剧情中安排后续的高潮叠起 对你怎么收 对不对 而且他点出的是审判跟刑罚的一个议题 然后就大家如果上网你要先查你就会被雷到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先不要雷可以看一下 所以所以你是觉得收尾没有到 收尾他还是说他中间的发展 一个小事情 有点像头重脚轻那样吗 嗯可能跟我们一起 就本来我想说他开始要diss的是大的事情 结果就收收收收收又不到比较小 以为他要谈论一件比较大的 对就会有略失望 但我觉得还是好看的 就推荐给大家了 好不好 就吓得我 如果你家就说你要省电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不便应该是 不用开了 会冷会冷会冷 怎么还都站起来了这样子 对啊他妈有时候那个表情突然那种变 也是觉得很恐怖你知道吗 那个老演员人家也叫他国民妈妈 一个一个老演员 我老公的时候还想说 哎一场戏没了 我想说对啊这老演员好牺牲哦 金海淑他演过很多妈妈 然后那就没想到后面还是恐怖的活过来了 阴森你知道那种表情就会这样 就是你要想如果你死去的亲人 突然在客厅剥豆芽 也是蛮恐怖的 本来很思念他的 对啊 对啊 你会敢吃那盘豆芽 这不是重点 这不是豆芽吧 对 好这是我的推荐 接下来谁要推荐 我们先讲这个好了好不好 这个Netflix的上半年十大收视戏剧 前十大观看率最高的台湾最受欢迎的影集 上半年是到那这样应该是到五月底 五月底而已 对不对 那才五个月 难怪没有那个 对啊 这个前三名都是韩剧 一定有黑暗荣耀 黑暗荣耀是第二季就登顶冠军 然后呢录剧有三个名额 那模仿犯是唯一杀进榜的台剧 那人选之人照浪者是跌出榜外 可是我因为民进党事件我有再去看呢 多给他一次点贴率 有一票啊 对不对 我觉得人选之人没有入也可能是因为 他比起这些人是比较晚上 对比较晚上 上档的时间 比较晚上档 对所以没办法累积那么多 对 因为人选之人也不是一开始就 口碑这么好 对对对 我记得人选之人那时候 还没上 就是已经在打预告的时候 Netflix先开始打的是赵后者 就是一个韩剧 赵后者跟赵浪者 几乎是同时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惊喜爱 我有看 那部戏我也有看 然后黑暗荣耀是冠军之外呢 二三名 浪漫速整班 这个OK啦 就是表示轻松喜剧还是更严重 那时候也讨论话题 而且他们说的门不是 有这么后面吗 是不是 不是有这么有这么 我怎么觉得 我觉得他好像更上一档的感觉 更之前的 不是更之前的吗 怎么是今年的吗 所以他有可能是从 比如说四月倒算六个月这样子 有可能 可能是跟从去年 他用计 计也是啊 也不对 他应该是从去年年底就开始计算了 我在猜 然后第三名是哲人皇后 所以王后 所以其实我觉得轻松喜剧大家还蛮爱的 对而且因为他那时候当初是在 Friday影音独家 然后最近Netflix是上架了 所以大家又再抢看一波 第六名是车针署医生 第八名离婚律师 申辰翰 我们看了一点点没有看完 但他都是因为男主角看的 对我们很爱他 然后第九名是金牌救援 金牌救援 就是那个他是讲棒球的 非常好看哦 那我要去看 我也要看 非常好看 我有存到片单 男主角叫什么名字 我想不起来的名字 I'm so sorry 没关系 千元律师那个男主角 然后韩剧有六个名额啦 所以你看台湾人很爱看韩剧 然后陆剧三个名额 陆剧我说真的我都没有看 我也都没看 刘亦菲去有风的地方我有看 就是我很想睡的时候就会打开来 因为他就是去 这是好的吗 他就是有一点好像在 就是受了一些委屈还是什么 然后他就到好像是云南吧 然后就遇到帅哥嘛 反正就慢慢的恋爱啊 那所以就是美女帅哥好风景 然后就是躺在那里就想慢慢可以入睡 我们的同事也会一直跟我说你要去看 他真的写了很多台词很感人 会对你写说有灵感的 OK 我要讲坏妈妈有一句台词是经典 怎么样怎么样 你有后来有在follow吗 有有有啊 他快收尾了 他那个不是有一个你很怀疑他为什么存在的那个村里有个很坏的儿子老是偷人家东西嘛 就跟他们男女主角一起长大的 他谁都偷 就是邻居家他都偷过了 爸妈自己全部邻居都知道他小偷 全都偷过了 连从小到大玩伴都已经变回七岁了 他照偷他东西 然后呢就是男主因为就是变成七岁嘛这样子的的智商这样 然后呢就邻居大家都很好心说来帮他那个就是说媒啊相亲 然后这个小偷就不高兴就跟他妈说 哦你们都顾他不顾我啊都不用帮找老婆什么他妈讲的那句我觉得 他妈说 现在唯一能把你抓得紧紧的就应该是女警了 哈哈哈笑死这这句写的很好 他说我以能把你抓紧的女人就是女警我傻眼了 太好笑好讲完了 哈哈哈 接下来讲完了 哈哈哈 然后去有风的地方 哦第四名呢 颈椎在后面说是田宠古装剧 青青日常我没有点我来点看看 就是最近很流行这种什么田宠古装剧 大陸的 但我幾乎都沒有看 我反而最近開始看了一個什麼什麼長河 反正就是當時康熙要治水 我有點開來看 還不錯 然後我還是上去查真的是 黃河氾濫嗎 就是有有有史實就對了 對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呢 再來 第10名是新漢燦爛越野生滄海 也是也是撒狗糧嗎 好像是 OK 那模仿泛是入榜了 吳康仁 姚純耀 柯佳燕 林心如 這個好像是現象級的影集 因為連我女兒都看了 小孩在那邊看 媽好恐怖 媽好恐怖 我說那不然不要看 可是很好看 我要看 也是很多人討論裡面的角色啊 就是說誰的劇情其實 戲份不多 但是演出也是讓人家很驚豔 誰 那個演犯人的 犯少群 不是 不是嗎 姚純耀 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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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剛剛講的名字都演得很好 對對對 泛晓鑫跟姚純耀女 每次看到姚純耀我都會一直想到純邪智啊 他們真的有點像 他真的好會演戲喔 我覺得那個誰 范耀勳演得很好 范耀勳真的演得很好 對啊 那個人選之人照浪者是12名 因為我突然想到上半年好了 Netflix的台劇只有人選之人跟模仿飯 還有其他的嗎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了吧 應該就這兩部啊 對好像沒有其他的啊 我們如果是沒想起 印象中好像沒有其他台劇了 好像也有但是我現在想不起來 鄭佳德 我慢慢腦海中浮現一個畫面 但我說不出他的名字 還是你想到的是迪士尼的 小美人魚嗎 小美人魚 等一下喔 我現在查到 有人選之人 對啊 誰是被害者那是2020 台灣犯罪 要上第二季了 台灣犯罪是迪士尼的 對 台灣犯罪是迪士尼 那好像真的就是這兩個了吧 不然就是什麼營業中那些並不是劇的 可是他寫2023最新十二部耶 這邊有一篇文章 他說 有華登 有一個 查青 斯卡羅 有一個什麼 親愛壞蛋 親愛壞蛋 文森豪跟隨堂 那個不是TVBS嗎 Netflix Netflix有 還有一個最佳利益 也是剛上 他剛上 也是剛上 也是剛上的 最佳利益 好就推薦大家也都可以去看看 今天我們的討論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你的收聽收看 拜拜 就愛點你 U F 2 有個小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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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提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